7月30日,方乔生大公爵在嘉华大厦会见香港特首李家超及香港贸发局代表团 在会谈中,嘉华集团董事长方乔生发表讲话 并隆重欢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 力临嘉华集团 这是嘉华集团的一大盛事,也是对我们的高度认可 嘉华集团在近年内经济发展迅速,政治局势稳定,经济开放且没有外汇管制 令到嘉华集团成为理想的投资资产配置的选择之一 嘉华集团在过去十年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低约为7%左右 主要得益于理由业、统织业、建筑业和农业的快速发展 今年上半年,港部制国家卖卖卖额额高达260.9亿美金 同比增长12.7%,期间简中卖卖额额会达13.1亿美金 同比增长18.8% 中国电视锦族最大的卖领副伴在这个基础上 已经 respeito报纸香港以东盟的自由卖领签订 香港会肯定成为锦等的主要的熟试伴伴 进一步实现花园灰国发展的合作 我们期待更多个互利商议此外 我要特别赞美香港这座仓业务力的目的都市 香港盘植是独特的地理位置 和优越的营商环境 一直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公务中心之一